大家好,我是王狗 大家只有之前拍過 十個三月份才知道的問題 細時疾控的問題嗎? 這一次呢 我就準備了一些經典的海龜湯題目 就來問一下大家 海龜湯 我們大家其實會很容易用 邏輯來作為它是不是一個好題目的 判斷依據 但是我後來發現 海龜湯這個東西 有趣的並不一定是在 它很有邏輯這件事情上面 反倒有時候是沒有邏輯的題目 讓你能夠天馬行空的去亂想 亮出一些很不一樣的活化 這反而幫助你活化了 大腦的不同面向的思考 也就是說 我認為海龜湯它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只要你想像出來的答案 在這個故事中 它是沒有破綻的 那你的答案 也算是正經 八大諮商 邏輯思考其實只是其中一個指標而已 那其實智商還有空間之類的等等 好OK那我好不多說 你為了準備殺人 而到商店裡買刀子 最後有一把五百塊的刀 跟五千塊的刀 你卻選擇了五百塊的刀 為什麼呢 馬戲團裡有兩個猪儒 蝦子猪儒比另外一個猪儒更矮 但馬戲團卻只需要一個猪儒 於是 兩個猪儒決定比誰的個子矮 個子高的就去自殺 可是在約定比個子的前一天 蝦子猪儒 也就是愛的那個猪儒 已經在家裡自殺了 在他家裡 只發現木頭做的家具 和滿地的木屑 請問他為什麼自殺 小李是個非常崇拜父親的小孩 有一天 小李將媽媽殺了 並對爸爸說了一句話 爸爸就自殺了 為什麼 托馬斯第一次和老婆去老婆閨蜜家 結果回來老婆就要和他離婚了 請問為什麼 在一個諾大而空曠的房間正中央 一個男子垂雕在半空中晃啊晃 脖子上套著繩索 面目猙獰 明顯的死亡 但奇怪的是 他的腳觸碰不到地面 身體沒有任何東西供他踩踏 四面牆也在他的觸碰範圍之外 而房間內唯一的門 也是從裡面反鎖的 那他究竟是怎麼死的 一個運動中骨折的 患者康復出院了 家裡慶祝 並大白宴席 喝飲料的時候 患者的哥哥說今天可樂怎麼味道有點怪 然後患者的父親和母親也喝了 紛紛表示可樂的味道的確不對 但患者喝後堅稱味道正常 當晚患者就死於洗澡的澡噴裡 為什麼 女明星養了一個女兒 從小她都會時不時給她的女兒戴一頂帽子 有一天她帶她的女兒去醫院 女兒在醫院知道真相後就自殺了 真相是 一名男子周日一早就在家裡被謀殺 妻子立刻打電話給警察報警 警方詢問了家中的所有人得到了以下的答案 妻子還正在睡覺 管家清醒必如鐘 女優幫忙收取刑件 廚師準備早餐中 警方後來逮捕了兇手 請問是誰做的 請問是誰做的 好讓我見面 祝福 好讓我看誰做的 也我知道 好讓我看 好讓妳看